爽口 解凍後它都不算變成顏色 哎呀呀呀呀呀 大概ideo it on top 就大概可以 就像蔡枪 萍萍 我是小松爸爸 我是墨喜夢 페 煮腹 今天就挑選了 都經常出現在我們家的飯桌上的 蝦蝦大笑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準備了四隻鹹蛋 這是什麼? 蔥 就是薑蝦 今天買了兩種蝦 這隻蝦就是澳洲的皇帝蝦 最適合用來做什麼? 黃金蝦 這個就叫白蝦 我們看看如何處理兩種不同的蝦 有一點點技巧提提大家 大家如果買蝦回來 是放在冰箱 又想解凍它來做食物的話 最重要是在浸泡的過程中 加一點點冰 令到水一直保持冷的情況 所以蝦解凍後 也不會變顏色 這是一點點技巧 先處理蝦 準備一把剪刀和一把刀 捉住蝦身 我們首先用一把剪刀 將蝦槍斜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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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挑起來 然後我們再靚仔一點 所以我們剪了蝦頭的位置 前面的蝦眼 蝦眼為什麼要剪呢? 是因為蝦眼在煎的過程中 或者炸的過程中 很容易會爆 一爆,裡面的水就會淡出來 最後的步驟 很多人會挑了蝦腸 蝦腸的位置 就是蝦頭去到蝦尾的位置 都有一條蝦腸 這條就是蝦的消化渠道 我們把蝦掀開少許殼 然後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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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順著蝦頭位置 一路剪到尾 或者剪到剪得一折 然後我們就挑開蝦殼 就會發現有沒有看到? 嗯 有一條啡黑色的蝦腸 旁邊的蝦膏 千萬不要丟掉它 浪費了 你幫我拔吧 啊哦 先扯高一點 先拔蝦頭 先扯到蝦頭那邊 扯到這邊 對,然後慢慢扯上來 是 嘩,成功了 通常人家說 小朋友第一次成功 就要把蝦腸吃掉 這樣我們就 已經把蝦非常乾淨 清理完畢了 好了 也有些朋友 就在第三節的位置 就插尖牙籤下去 挑起來 大家也可以嘗嘗 介紹兩種蝦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做兩種不同的做法 首先這個白蝦 這個比較大條 我們中間 蝦頭的位置切掉 然後 我們把蝦殼 撕掉 因為有些人喜歡連蝦殼一起吃 有些人喜歡淡淡肉 你喜歡什麼 淡淡肉 你喜歡淡淡肉 好吧 這樣就適合了 我們把蝦殼 和蝦肉分開 然後 在蝦背這裡 開一刀 不要切 斷 切到這樣就可以了 切到切一塊 大條的蝦 我們就這樣處理 小條的白蝦 我們就整條去做 行不行 好,繼續 洗乾淨 切好之後 我們會加少許鹽 不要太多 因為 本身海鮮 它都會有多多少少 有些鹹味 我們大概 一加少許茶匙的鹽 拌一拌 不用了 不用了 可以了 做到差不多 我們看到 蛋黃已經熟透了 我們醃一醃蝦 大概十分鐘 好了,蛋黃蒸了二十分鐘 我們先開蓋 全部已經熟透了 OK 好了,我們 就把蛋黃很小心地拿出來 蛋黃拿出來 我們攤凍它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 怎樣硬蛋黃 好了,攤凍完蛋黃之後 有一點點暖也不怕 然後我們就把蛋黃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蛋黃放進去 然後就用一個匙羹 慢慢把蛋黃放進去 慢慢把蛋黃放進去 這個過程要慢慢來 因為我們希望吃到最幼細的蛋黃 那你來吧 哎呀呀呀 這些是重要的 好,好重要的 好了,我們準備一個爐 知道為什麼要用電磁爐嗎 不知道 不知道嗎? 因為我想你參與 明火小朋友會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 由於我想你一起煮 你幫忙煮 所以說 也選擇了電磁爐 都可以煮到的 明火和電磁爐都可以煮到的 在煎蝦之前 我們就加一點生粉 撲一撲 那為什麼要加生粉呢? 知道嗎? 嗯,不知道 又不知道? 你有沒有做功課的? 下生粉的目的是 令到蝦的水分鎖住在裡面 令到它在煎的過程之中 第一,不會彈得很厲害 第二,不會沾乾乾燥濕 那我們開始了 慢著 你洗手沒有 洗了嗎? 抓住蝦尾 放進去 YES 10 一路慢火去煎 不要開這麼大火 因為很容易燶 蝦的肉比較容易煮 很快就可以熟 而且不要太大火 如果電磁爐中間會容易熟 我們不要動太多 稍微碰一下 動一下噴一下就OK了 等它煎到定型之後 我們才再翻了它 煮食其實都是說兩個字 就是耐性 跟做人一樣 要有耐性 你有沒有耐性 看到中間這些位置 就已經開始有少少 焦香了 金黃色了 等一些未熟的放在中間 看著 還有哪個可以翻 這個翻得不 對 很好 很好 You did the good job 我們煎蝦 就大概去到七成熟 或者八成熟 就已經OK了 因為我們 首先夾了出來 它還有少許熱力 可以令到蝦再熟 多一點 還有我們待會 炒鹹蛋黃的時候 都會令到蝦再熟 我們看到蝦身 已經是彎了整個腰型 就可以起鑊 好 真的好像腰型 哦 但是 留意一下蝦頭 通常我們會煎久一點 對 小心 鑊邊 鑊邊也熱了 耶 好了 初步我們就把蝦煎了八九成熟 我們又洗一下鑊 接著就開始最後的步驟 OK 嗯 好了 我們來到這個步驟 最重要是準備夠牛油 嗯 我們切一塊牛油 然後你幫我慢慢把它攪溶好嗎 嗯 放進去 最重要是開慢火 小火 你幫我攪拌它 慢慢攪拌 牛油一定要開慢火 好 好 好 等它就不要焦一下 我們看到牛油溶了 我們下回剛才的蛋黃 麻煩 然後又再攪拌它 麻煩 有些人就會把薑 在這個時間放下來 最主要就是 用薑的味道 辟一點腥味 好了 我亦都喜歡 放一點蔥頭 一直爆的過程中 你看到有起泡了 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了 就開始把我們剛才煎好的蝦 就放進去 然後呢 然後呢 兜回去 讓蝦呢 蝦身呢 就把蛋黃沾滿了 剛才說到蝦大概八九成熟 現在呢 慢慢一路煎香它 這個做法呢 可能跟外面有多餐廳酒樓的做法 有少少不同 這樣我們吃得呢 會比較健康一些 不過都是減妄勁的 好 我們開始了 上碟了 但我們今天上的碟呢 是這個 登登登登 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如果蝦放在生菜上面呢 第一 會減少了油膩的情況 出現 還有呢 這樣看下去呢 觀感呢 也都漂亮很多 吃的時候呢 就可以整個 生菜 好像生菜包一樣 包住黃金蝦 一口 之後數它 來吧 我們一起舉起它 好嗎 舉起我們 好努力做的 黃金蝦 還有什麼呢 最重要我們過年的時候 收到禮事 或者收不到禮事 都要怎樣 哈哈大笑 祝大家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也祝完家家戶戶 哈哈大笑 多謝 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呢 希望呢 一起給我們一個讚好 喜歡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 還有呢 分享我們這個頻道 這個節目 給你們的朋友仔 一起做一個開年美順 哈哈大笑 謝謝 謝謝